好的,前面我们又学习了extended的实现 主要是实现GQuery里面只有一种就是插件的一个字词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怎么样给它添加一些静态以及动态的一些方法 当然我们也不会添加很多就是添加几个代表性的东西来演示一下就OK了 比方说我们添加这个静态方法就会在这里添加GQuery的扩展 实力方法就会在这里 比方说我们添加一个trim经常会用的一个函数 除掉那个字符串的一个空格 当然这个字符串的空格的话主要是剃除它那个前后的空格 而不会剃除它一个中间的空格 好,这样写,那怎么做呢?返回一个text点 我们主要是把那个空格呢 把它用这个 用这个玩意儿替换掉就行了 把它促成它就OK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这样写的话就会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传了一个undefine或者NUL这种东西的话呢 你调用这个replace方法就会报错 因为那个空的话根本就不会有replace方法 是不是? 所以我们也介绍一下在GQuery里面经常会进到的东西 就是那个保证程序净状性的 它是怎么做呢? 如果你传的是一个undefine或者空的话呢 在那个逻辑操作情况下 比方说或者这种操作情况下它会返回force 是不是? 所以它这里第一步就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它就会或者它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这样的空字符串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是undefine的话呢 或者空它就会直就等它 这个空字符串 空字符串它的replace方法呢 也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 如果你是正常的字符串的话呢 就以它为准 所以呢 它是这样写的 经常会看到这种代码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 把它打个括号 然后就开始做真正的一个替换操作 那么这个替换操作就是要找到它的前后空格 是不是? 这种方式用那个正字表达式就比较简单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就要搞个全局的 然后以字符串以空格开头 以空开头 是不是? 空的话在正字表达式里面是这样写的 然后加上一个s 一个或多个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尾部 是不是? 尾部 然后一个或者多个 以它结尾 这样就写完了 这就是我们那个空的一个实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就定义一个 字符串 vrs等于 多搞几个 后面也搞几个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那个trims s通过它的那个认识吧 判断一下它是不是只有2 这个达到我们的要求 是不是? 这就是那个空格的一个浸测方法实现 这个呢就是不是我们这次上课的一个重点 我们今天重点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实性 就是GQuery人民就是那个冲突的处理 冲突的处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意思啊 比方说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GQuery库 暴露给外面用的地方呢 就有两个 一个是美然符号 一个是GQuery 这两个情况都有可能冲突 但是最可能是这个符号 有冲突 因为在GQuery刚出来的时候呢 当时有一个GIS库呢 也是比较流行 它叫软型库 它用的那个符号呢也是这个 好 那么接下来你怎么样解除那个冲突的问题 要解除的话 你首先要了解冲突是怎么产生的 是不是?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 这个页面 你应用了一个GQuery库 按照我们刚才写代码的话呢 如果前面 就是这个地方 前面别人已经用到了这个美然符号 那么我们的这个地方就会把美然符号 覆盖掉 那么就导致别人的东西呢 就用不了了 是不是? 这就是有冲突 你要解决的话呢 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 别人的东西还能用 自己的东西呢也可以用 那才叫做解决 是不是? 好,那怎么做呢? 第一种情况就是这样的 别人的东西呢 在你的前面 你在它的后面 那么这种情况 比方说我们这里定义了一个美然符号 等于123 好 那弄完 弄完之后导致一个什么情况 很明显 如果你在这个页面里面进行测试的话呢 你输出一个美然符号 它就被我们的东西覆盖掉了 它不是123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需要在这里 在我们的JS库里面进行解决它 解决的话 是怎么解决呢?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别人的东西保留起来 记录下来 是不是? 好,你怎么保留呢? 我们就可以在它开始的时候 你定义一个变量 别人内部使用的一个符号 等于window. 这个 因为前面别人用的东西肯定是个传具的 而且一定是放在window下面的 所以你就把这个值接收过来 放在这里心放着再说 如果你还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就是把gcret这个单词也冲突了 是不是? 那么你也把它接收回来 好,接收回来之后 该怎么做呢? 你就可以提供一个方法 让别人调用了之后 就解决冲突 是不是? 你光记录还不够 所以一般这种方法 就会是个静态方法 比方叫做loconfinite confinite 这样,然后写一个这样的函数 那么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呢? 前面是保留起来的 如果你解决了之后 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 导致一个 如果你在这里写代码 用那个s的话 它还是123 是不是? 所以你又要把它恢复过来 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恢复 恢复怎么写呢? wind一样的 等于你刚刚记录下来的这个 wind 点击query 等于你刚刚记录了下来的那个 好 这样就解决了 解决之后 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 好 刷一下 此时的话呢 我们就在这里写一个美容符号 很明显 肯定是我们那个接口函数 是不是? 如果我们调用一下lowconfig 这个方法 之后 接下来就会产生一个什么情况 Fear node define 看一下我们哪里有没有写错 这个地方就写错了 不是s 是这个 接下来我们再刷新一下 好,自己的 然后的话呢 就是点lowconfig 调用 接下来再数一个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它就是123 这个冲突是不是解决了 只是这样的实行 当然 这个字母如果也冲突的话呢 也可以这样做 这样做的话呢 还只是解决了一大半 还有一半呢 还有一种情况呢 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考虑过 比方说是什么呢 比方说如果我在这里 我又引用了第三方库啊 这样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啊 有可能出现啊 激烈要比刚才那种情况要小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再定义了一个这个东西 比方等人二三四 那么你在这里写代码的时候呢 变成什么情况 如果你这个地方 还想用我们自己的接溃日库 就是在这里 那就会不行 为什么很明显 因为此时的s 又把我们那个覆盖掉了 是不是啊 你就没办法用了 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干什么事情呢 需要做这个事情 就是在我们那个里面的实行里面呢 你需要返回一下 返回什么呢 返回我们自己的GQ 记住它 返回这个干什么用 那就会解决这样的问题 首先呢 这个顺数要注意 就是这里呢 比方说定义一个GQ 这个病量等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死性 比方说这样写上 这个等于什么 这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一个 把它接收过来 接收过来之后 你在这里写的话呢 比方说我们concel.log.gq 写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 因为此时的话 如果我们在控制台里面就可以测 刷一下 此时GQ的话呢 看一下控制台 这个GQ是不是输出来了 我们这可以再输出一下 然后你每人符号 你再测试一下 是不是234 也就是说这个 通过返回这种方式来操作的话呢 你的库如果在后面啊 别人别人的库在你的后面的话呢 你通过这个在前面啊 一定是在前面不能在这里啊 在这里呢 已经覆盖了 你根本就没法操作 在前面的话 你定一个任何一个字符串 一个字母啊 把你的那个库的名字接收过来 就像是说任何 改了一个名字一样了 是不是 这个就更灵活一些 改了之后 你在后面就可以 这几个库呢 就一起使用 都没什么多大问题啊 这就是这个的事情 所以这个G呢 要了解那个理解 那个return的作用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又也可以看一下 Gquery它的那个实性啊 它的实性的话也是类似的 在上面呢 就定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变量 当然这里有个Do 这个地方折叠了一下啊 它这里也有一个 其实跟我们代码一样 是吧 新用内部的变量把它结束起来 然后也有一个conflict的那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在这里啊 当然它有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它的考虑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冲突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个 很少有这个冲突的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方法呢 相当于是搞了一个重载 如果你不传值的话呢 这是个force 它不会进到这里来 你直接就return就行了 把这个恢复过去 如果你加了一个true 就是两个可能都冲突 甚至在后面也会 甚至在后面也会冲突 是不是啊 那么你就是要把它这个也恢复过去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这是它的一种冰层的一种理念 是不是啊 能简单就尽量简单 这是这个 这是它自己的实性 也是比较简单的啊 今天观众冲突的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